台湾是华语流行音乐发展的核心基地 文化部与桃源市政府为了让民众更认识台湾的摇滚乐团发展历史 透过在桃源展演中心举办的台湾摇滚音乐主题展 展出歌手的私人收藏 欢迎喜爱摇滚的朋友前往欣赏 十三乐团热情地在台上演出 并唱出一首首的热门歌曲 不仅为台湾摇滚音乐主题展揭开序幕 同时精彩的表演也让民众更认识台湾的摇滚乐团发展历史 借此让民众体验台湾流行音乐的热情与活力 其实是把乐团介绍给就是大众一般的市民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吧 或是一个入口 因为其实台湾的乐团非常的多元 然后曲风也非常的 就是很多样化 但是如果大家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介绍的话 可能不知道整个台湾乐团发展的脉络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让大家可以进入这样子台湾多元的音乐世界的一个窗口 我蛮喜欢的 台湾是华语流行音乐发展的核心基地 文化部与桃团市政府透过规划六大展区与五场讲场会活动 除了有展出歌手诗人的收场 同时还会邀请多位的知名音乐人 以讲唱模式分享对台湾音乐发展的简介 这是我整个台湾摇滚音乐发展的历史 那特别是在90年代以后 那么从这个地下乐团转型成为独立乐团 到成为乐团的时代 到现在网络时代 我们的摇滚音乐已经有很多样的发展 这是台湾音乐的一个重要的潮流 也是我们的生命力 那我们希望这次展览可以看见摇滚 听见音乐 也体会到台湾 那这一次的展览呢 除了展览之外还有很多的大师讲座 那我想也可以借由这一次 让大家可以认识台湾多样的音乐 台湾摇滚音乐主题展 于桃园展演中心省达登场 并从即日起展出至12月27号 而民众来到展览会场 不仅可以认识华语音乐的发展 同时还有科技与音乐的互动展区 欢迎民众把握时间前往观赏体验 记者王中军台报道 桃园市炉竹分局 自成立以来长期向农会大楼租用场地 来而这样的情形也造成远景办公上的不便 对此桃园市政府 透过远南侃派出所的位置 打造全新的炉竹分局 并在12月8号举行动土典礼 借此要完善远景的工作环境 桃园市长曾文灿在警察局长官与多位官员的陪同下 共同为炉竹分局改建动工典礼祈福 炉竹分局自成立以来 长期向农会大楼租用场地 造成远景办公商的不便 对此市府透过辞职3亿3千万 借此要打造全新的炉竹分局 原来的炉竹分局是向炉竹区农会租借办公室 那我在上任之后决定进行南侃亮点计划 针对炉竹行政园区的重整 那进行规划 其中有一项就是炉竹分局重建 那原本想利用隔壁的农粮署的仓库 那因为多次协调不成 最后我们决定用南侃派出所的基地 大概500坪左右 那么重建炉竹分局 那地下两楼地上七楼 建坪大概2300多坪 可以容纳分局 派出所跟交通队 那我想将来是一个崭新的警政机关 桃园市政府规划打造的全新炉竹分局 为移动地下两层地上七层的建筑物 不仅可以满足远景在办公 执勤与服务民众等需求 同时新的炉竹分局 也特别以炉竹意向为设计主轴 期望要完善远景的工作环境 那这个分局是用炉竹做造型 那非常具有地方的主题特色 那将来也是一个代表我们在炉竹的 这个治安维护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 那这几年炉竹的进步真的非常快 人口已经到达16万6千人 那因此原来只有四个派出所 那未来我们也会再规划 增设一个派出所 让辖区的人口比较均衡一点 让这个整个治安的效能也可以提高 炉竹区近年来人口成长快速 目前人口数约16万6千人 因此治安的维护也相当重要 对此全新的炉竹分局将会落脚于 原南侃派出所的位置 同时市府也规划要增设新的派出所 借此要守护民众的安全 记者王中军台报道 为了要激励落势学子 翻转人生的为电影最美丽的风景 正式上映 题材取自真人真事 出品人 希望借此唤醒社会更多的善念 将爱传出去 清柔的音乐搭配主角的旁白 上演一段励志故事 这是由大和和西名优秀 清涵讲著学金所出品的 公益为电影最美丽的风景 题材取自真人真事 希望带给所有弱势学子正向能量 从三四年前接触到阿瑞跟阿婷 这晚会兄弟 那一路从他的过程里面 感受到他们两个的努力 非常的辛苦 一路陪伴着 我在起心动念 想借由他们努力的过程 把它拍成这部片子 能够鼓励大家 让更多人能够看到 看到了以后 借由这样的努力过程 能够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感受 而就更加努力 讲著学金赞助者何西名 虽然曾经背负上一代的债务 但仍然勤奋向学改变自己的人生 也因此设立讲著学金 让学子在教育费用上 无后顾之忧 此外在微电影供应会后 也公布两项决议 今年的新计划 我想在今天这个微电影供应会里面 我想第一个 在今年的下半年 也就是上学期 我想第一个 我会公布一个最大的决定 第一个就是让各县市的重点高中 设立奖学金 这是第一个重大的决定 第二个重大的决定呢 办理大和奖 也就是让全国各大大专院校 能够拍摄微电影 来做一个比赛 然后呢 它的主轴就叫做爱与传承 目前微电影最美丽的风景 都能到网路上观看 或许大家在看完两位学子 在求学历程的故事后 也能被他们努力不懈的精神所感动 并将满满的正向能量 传递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记者有家于桃圆报道 桃圆的青创团队 特别将狗狗的互动 融入特殊教育学习 透过将流浪狗培训成心浮犬 来治疗特殊儿童 借此互动的过程 让孩子学习控制脾气 以及与人相处的互动能力 透过镜头带您来了解 可爱的狗狗总是让人感到 心情愉悦并且为之融化 桃圆的青创团队 特别将狗狗的互动 融入特殊教育学习 透过将流浪狗培训成心浮犬 来治疗特殊儿童 借着互动过程 让孩子学习控制脾气 以及与人相处互动的能力 狗狗都不喜欢大的动作 或者粗鲁的动作 或者是大声音突然的奔跑 所以这些可能小朋友 都比较容易 不自觉地在互动当中 跟同侪会有这样的状况 但是对于狗老师来说 因为这些动作 他们的反应都很快 狗老师反应很快 然后很直接会告诉小朋友 说你现在突然的奔跑 突然的尖叫 对他来说 狗老师是不喜欢的 透过像这样的一个互动 让他们去管理他们的 控管他们的情绪 然后进而去转换到 他的同侪之间的互动 因为我们也会设计一些 他们需要合作的一些小活动 幸福犬团队特别选择 培训流量犬 是有感于全台的浪犬问题 日益严重 如果能把狗狗培训成幸福犬 不只能帮助特殊儿童与长辈 也能协助解决浪犬收容的问题 大家会在 尤其是四组门会发现 就是家里面其实有一只狗狗 然后有狗狗长期性的陪伴 他真的可以帮助一个家 改变很多气氛 跟改变个人 帮助个人成长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帮助浪犬 进入融入我们的社会 其实也是在帮助 我们减缓整个社会上面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困扰 跟一个议题这样子 那更棒的是因为又借由 就是原本是 社会上面问题的流量犬 来帮助 特殊族群的小朋友 就像我们以我们这个课程 那就是一个更棒的一个新的选择 目前团队有奶茶 戚风与默默三支幸福犬 团队研发个别化 教育课程有情绪肢体 学习障碍的个案 可与心服犬互动并进行职能复建 并与医院及社会企业合作 希望透过心服犬互动教育 帮助特殊儿童发展未来 记者来为一桃圆报导 针对社会老龄化的问题 以及社会所有需要救助这些安养 所有的问题 我们希望桃园市政府 能够挺起胸膛来 向会府会及卫福部 来好好的争取配合 将桃园荣家 巴德荣家 改变为桃园市民安养中心 照顾所有需要照顾的市民 大家一起加油 加油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度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火力之都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参与 桃园越来越好